娱乐圈充满幻想 有可能获得超级人气 也有可能陷入永恒的灾难 它的走向完全取决于网友的喜好 以及诸多幕后因素的推动 近日那英与刀狼事件备受关注 公众迫切想知道最终的胜利者是谁 现在看来刀狼败了 9月15日有熟悉人士的人士透露 那英将出席央视中秋晚会 此消息一出震惊世人 因为此前那英曾因网友以身体问题为由 缺席多档综艺节目和音乐节的邀请 不过这次他被曝出席央视中秋晚会 自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要知道之前呼声最高的是刀狼 但受邀的却是奈英 这无疑并不奇怪 我们不得不承认 刀狼最终在这场较量中失败了 朋友们那英和好声音正在封锁我们的视频 请点赞支持 让更多人看到 央视的各类晚会代表了主流音乐的潮流 因此能够受邀参与这档节目录制的人 大部分都是主流音乐人 被网友视为主流音乐代表的刀狼 不在其中 引发网友热议 看起来不屑一顾有点小得意 与此同时 那英的排练照片也被曝光 再次引发网友讨论 照片中那英似乎一脸不屑又得意的表情 无视工作人员的沟通 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 对此网友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他们认为即使主流身份得到认可 那英也没有必要表现出不屑 只会让他们觉得他有点太过分了 再加上那超级得意的表情 更是让人看了都难受 那英的首次亮相引发了一场关于艺术与商业关系的争论 在娱乐圈中 明星的商业价值与音乐才华之间的平衡一直备受关注 那英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娱乐业变得更加商业化 而忽视了音乐的本质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 在娱乐圈 除了关注主流音乐之外 还必须考虑商业价值和音乐才华 当满足这些条件时 就会考虑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以及听起来有多好 这往往会导致一些问题 对音乐的控制可能会被忽视 所以能上舞台并不一定意味着他的歌就一定好 网友纷纷发声 同样也不能确定那英参加中秋晚会 一定会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 如果真如网友所说 那么大家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那英会被邀请参加中秋晚会了 虽然那英和刀狼的歌曲更受欢迎 但这方面的比较并不一定意味着刀狼失败 一些网友表达了抵制的立场 不少网友也纷纷回应 他们认为更应该关注歌曲本身的品质 和歌手的艺术性 而不仅仅是商业价值 如果以商业价值作为唯一标准 很多人可能会感到失望和寒心 因此他们选择在类似的音乐节上抵制那英 这种反抗虽然看似微不足道 但在一定程度上 表达了对音乐艺术的不满和追求 目前还不清楚抵制活动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因为距离聚会还有一段时间 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或者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讨论讨论 自从刀廊的一首罗叉海誓 还有李文的一段生前录音的曝光 将蓝台推上了风口浪尖 这看似简单的两件事 但确实让蓝台足够喝一段时间的了 尤其是台柱子那英 更是一度跑到国外来躲避风声 不过随着事情的发酵 以及网友们的讨伐 这时也有蓝台曾经学院站出来辟谣 他们表示节目已很公平 并不存在大家所说的暗箱操作 对于李文的录音 有学员站出来表示 这是后期剪辑合成的 大家不能被这科技误导 所谓公道自在人心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大家并不为这些连自己都无法相信的解释买单 甚至有人说 这是官方找来的水军 为了洗白节目组 其实在学员为节目组发声之前 蓝台就按下好声音的暂停键 给大众的解释是调查内部事情 只是时至今日并没有结果出来 不过就在大家等待官方结果的时候 港媒那边发出了一个劲爆的消息 好声音的高管被捕 据悉这位高管是负责好声音的 整体策划执行人 更是和之前的李文事情有着极大的联系 通过对这位高管住处的搜查 相关还发现了意外的惊喜 此人住处存有大量的证据 如果这些证据或真 那么将会牵扯出多位导师 那么离大家期待的真相也就不远了 估计之前收了转定费的导师 现在正在在家里起到那些证据 上千万没有自己吧 虽然波及的导师名字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作为好声音导师的八朝元老 率先有点坐不住了 他本来应该在8月16日和17日出现在上海春浪音乐节 可是自从他的事情被爆出来后 他就请辞了这档活动 理由是身体原因 相信这个理由明白的人都明白有多么荒唐 不过就在这个事情之后 纳英还高调宣布将在国庆的黄金周在澳门开办为期两台的演唱会 并且售票通道已经开启 只是票价高的有点离谱 可是在卖了一段时间后发现结果非常惨淡 主办方也曾采取打折优惠 可是结果依然不尽如人意 而就在港媒爆出高管被捕后 纳英演唱会的主办方辛豪影会官也发文称 纳英因为身体原因 不能为粉丝朋友准时在国庆周献唱了 所以原定的演唱会延期举行 并且已经够票的粉丝会给大家退票 当然对于这样的结果网友们并不买单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是报应属于导师和幕后人员的报应 其实纳英找个理由延期开演唱会 首先是因为门票的预售情况比较差 这样继续开下去的 那么主办方肯定会赔钱的 其次这次蓝台高管被抓 也是给他敲响了警钟 因为自己毕竟也是八朝元老了 说干净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彻底清查的话 想必也会查出一定的问题 而且纳英也正在准备 所以把北京豪宅抛售 眼下这种情况只有套现跑路 才是明智的选择 中国好声音宣布停播后 导师四人瞬间从风口浪尖走了下来 很多人认为 中国好声音停播与网友呼声有关 但情人透露 中国好声音之所以停播 是因为周华健和薛之谦退出 而且他们没有记下任何钱 看中国好声音的导师海报 薛之谦和周华健稳坐CEV 绝对是该剧的流量和亮点 但他们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在薛之谦的评论区里 求迷们劝解之声十足 早在8月17日 李文的音频一曝光 粉丝们就大喊让薛之谦 退出中国好声音 事实上在舆论发酵的时候 导师四人的团队就开始 与节目组协商讨论是否继续录制 以及录制会带来什么后果 然而四人经纪公司担心违约金 中国好声音 也担心支付广告商的违约金 双方都曾犹豫不决 直到薛之谦和周华健坚决表态 强烈要求退出中国好声音 而且给了多少钱也不计 浙江卫视才宣布中国好声音停播 那么为何薛之谦和周华健如此坚定呢? 周华健不难理解 62岁的他一直很受人欢迎 所以没有必要为了中国好声音晚上而失去他 至于薛之谦 据爆料他早已与中国好声音节目组不合 在节目组受了不少委屈 堪比李文老二 观众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 邀中国好声音中薛之谦的戏份很少 评论也很少 有时他与无伦次感觉上一句不跟下一句是莫名其妙的 因此很多人抱怨薛之谦太烦人了 二 有一位选手唱得很好 但没有人回头 薛之谦看到后选择了转身 他说其他导师压力太大 薛之谦转身后周华健对他竖起大拇指 潘伟博称赞他是英雄 网友们也称赞薛之谦抗资本很帅 三 但薛之谦还在节目中曝光了中国好声音的内幕 薛之谦对其中一名学生说 你知道我们四导师在幕后做什么吗 我们正在讨论调谁 网友猜测应该有一些学生交了转会费 但他们的唱功一般 所以导师四人不愿意转身 薛之谦和中国好声音显然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争吵 这是因为他多次成为攻击目标 镜头那么少 力宝的学生还是被淘汰了 而他自己却被剪辑来大作文章 当然薛之谦并没有让中国好声音玩耍 网友猜测他的新歌赃是在嘲讽中国好声音 而且是由中国好声音学生陈冰演唱的 薛之谦创作的新歌赃 歌词中的千疮百孔的宫殿和相似的人一一混在一起是荒谬的 似乎是在嘲讽中国好声音 至于曾是中国好声音第三季那音组和亚军 全国前八的歌手陈冰 虽然事后签了合约 却被只花七年时间 不管怎样中国好声音已经被暂停了 真相就在眼前 28年做一个歌手 我站在台上被人侮辱 自从李文的录音曝光九天后 好声音节目终于停播 让无数网友为之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从表面上看这个结果是被逼出来的 最近星空华文股价连续暴跌 市值直接腰斩金主根本扛不住了 同时万千网友一起发力 被冠名的赞助商遭到声讨抵制 只因好声音彻底臭了 因此节目方只能暂停播出以平息名分 但真正的原因却不是这样 据知情人爆料 除了这些负面舆论之外 最根本的原因是有两位导师坚决霸 本来只有四位导师 一下子走了一半 在这个十分敏感的结果眼上 估计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为 去临时接替吧 导师霸露堪称是釜底抽薪 而这两位导师 一位是歌坛大哥周华健 另一位就是实力唱将薛之谦 可以说周华健的音乐陪伴了很多七零八零九零后的童年 他曾是台湾的四大天王之一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他的歌迷 今年的好声音一开播 很多人就质疑华健大哥 为何不在家安享晚年 实在不该来趟这趟浑水 如今正好利用这次风波 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又顺应了民意 也不失为一招好奇 众所周知 薛之谦虽然性格有些跳脱 但对音乐却十分认真 这点可以从明日之子看出 当初他力排众议支持毛不易 才有如今像我这样的人 一婚一素等快智人口的歌曲 2017年夏天 明日之子如火如荼开播 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毛不易 一路艰难过关斩将 最终夺得魁首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但背后却是薛之谦对抗资本的结果 在资本方看来毛不易相貌平平 性格还有些内向 在一个讲究包装和流量的时代 他这种类型的人显然很难出头 因此节目组为了利益考量 总有意无意的打压着毛不易 但薛之谦却不一样 他认为毛不易非常有才华 多次在导师点评环节 大力赞赏他的原创歌曲 就这样他就跟资本方杠上了 令人十分欣喜的是 毛不易在后期也频频发力 连续战胜了众多选手 最终实现完美逆袭 而导师薛之谦也获得了图隆克的称号 这次薛之谦在好声音中 镜头虽然不多 但也揭露了一些黑幕 他果然没有辜负那个勇士的称号 很多人都觉得他在节目中的表现有些不对劲 明明是一个很有梗的人 但给他的镜头却少得可怜 原来这些都被节目方剪完了 其中有一期薛之谦勇于站出救了一位女学员 可剪辑出来后却没有了老薛的画面 后来女学员在评论区留言称被剪掉了 当时对于薛之谦勇于救人的表现 连周华健都竖起了大拇指 表达了对他的肯定与欣赏 潘伟博更是不吝大声夸赞 刚才在我的余光里 你像英雄一样 由此可见 在这一系列资本操纵的背后 好声音明明是一个展示音乐才华的平台 如今却面目全非 变成了资本牟利的工具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亵渎 更是对观众的侮辱 这样早已变了位的节目 还有必要存在下去吗 可以说李文录音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 却揭露了国内很多文娱节目背后的潜规则 这个圈子里弱肉强食 颠倒是非 像极了刀狼在罗刹海事里抨击的种种乱象 如今好声音只是停播 但它反映出来的问题并没有结束 依然需要每一个人去坚持 去捍卫这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只因它是我们在人世间生活下去的道德和法律基石 无庸置疑这个圈子绝对需要一场大的变革 需要每个行业者的共同努力 更需要广大群众的舆论监督 让它暴露在阳光之下 那些盈盈狗狗就会自然消亡 让我们一起努力 共同期待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娱乐文化 港媒报道好声音制片人被抓 那应深夜卖4.5亿豪宅要移民 今天小编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最近中国好声音2023的学员们纷纷站出来 带着吃瓜群众的疑问 发声称他们并没有收到传闻中的转定费 也没有遭受节目组的打压 他们坚称导演组还体贴的提供了伙食费和住宿费 对他们可是很好低 好像是在帮节目组洗白 但是小编我总有点小小的怀疑 这事儿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如果真的没有转定费 节目组怎么不早点发表声明辟谣 偏偏是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学员们突然集体站队 感觉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 好声音这个节目怎么说呢 最近真是乱花剑语迷人眼 不过好像是被各种风波磨练的 有点快要支撑不住了 就在大家的关注还在好声音上的时候 突然传来港媒爆料说 中国好声音的制片人竟然被警方逮捕了 听说这位制片人可是整个节目的策划和执行核心 与之前李文事件息息相关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狗咬李洞斌 不知好歹 想想都觉得刺激 警方是不是已经拿到了一堆硬材料 比如传闻中的转定费 又比如嫌疑人在操纵比赛 还有些其他不为人知的罪证 就连好声音的导师们恐怕都要紧张起来 毕竟事情牵扯的挺深 还有一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那位一直高调的耐英姐姐最近可有些不太正常 据说她最近在卖北京的豪宅 还是个价值4.5亿的大房子 足足有1150平 哇想想都觉得好奢华 但问题来了 这房子可是在李文事件发生后不久挂牌的 她究竟是要逃离还是套现呢 她这最近可是活动满满 参加乐队的夏天三了 上海春浪音乐节了 澳门开个唱了 这么忙还卖房子 是不是准备大手笔投资新项目 说实话那英姐姐 你这个时候卖房子 真是引人猜想 好声音整个风波 已经将她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社交媒体上满满的都是讨论她的声音 真是不好受 最近她的线下活动也一个接一个的取消了 理由是生病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多的问题 就连她的综艺节目也变得岌岌可危 随着制片人被抓 好声音参与录制的人恐怕都要被牵扯进去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当然了这些都只是媒体的报道 还没有实质性证据 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 但是不管怎样 这次耐英可没那么轻松了 可能真的要面对些麻烦了 总之娱乐圈的事情真是一个接一个 真是说的没错 艺人应该是未曾学艺 先学做人 要是人做的不好 哪怕再有才华也是白搭 大家怎么看呢 自打刀狼的罗沙海誓发布以来 网上对于耐英等人的批判就没有停止过 网友们不仅扒出了许多耐英的过往 就连他社交账号的评论区也被说声和质疑声攻陷 好不容易刀狼的热度稍稍下降 李文怒斥好声音内幕的音频 又将耐英垂到了更深的谷底 甚至一向嚣张的耐英 如今连早早就宣传过的音乐节都不敢去了 为何这位号称华语乐坛大姐大的老前辈 会惹来这么多的争议呢 刚刚走红的大嫂高叶或许给出了我们答案 失去了农民观众的乐坛大姐大 尽管在刀狼走红之后 耐英多次批评他的歌曲没有艺术性 但很少有人知道 第一次让耐英受到了广泛关注的歌曲 同样带着极强的乡土气息 没错就是那首1988年 就被大家广泛喜爱的歌曲《山沟沟》 让耐英走到了大家的面前 彼时的那英刚刚21岁 是一个从东北的黑土地里走到了大家面前的淳朴姑娘 只是此时的人们并没有想到 这个看起来爽朗率真的姑娘 在20年后竟然将矛头指向了我们最广大的观众群体 而这还要从刀狼说起 作为一个在2004年华语乐坛群雄争霸时期闯出来的黑马 刀狼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可谓是现象级的爆款 刀狼的这张专辑不仅通过正规渠道发售了270万张 盗版更是突破了1000万张的销售神话 一时之间 刀狼甚至还有了唱片拯救者的称号 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全国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刀狼的歌曲 甚至就连罗大佑 谭永林 李宗盛这样的大佬 都在公开场合赞誉刀狼的歌 可惜这样火热的歌曲在奈英眼里什么都不是 毕竟此时的奈英早已成为了华语乐坛大解大 甚至还有了叶赫纳拉式的贵族身份 怎么会将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小人物放在眼里呢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2010年音乐风云榜十年盛典的评委领导台上 纳英否决了刀狼的入围资格 面对记者的提问 纳英摇头晃脑地回应着 刀狼的音乐不具备审美标准 他的作品缺乏音乐性 甚至对于刀狼唱天一起绝尘的销量 纳英同样不屑一顾 咱们不能只看销量 尽管当年的互联网并没有现在发达 但是纳英接受采访的新闻 还是迅速席卷了各类八卦平台 一时之间各种对内英的质疑声也如浪潮一般 对他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 毕竟谁不知道呢 早年的奈英也是靠着盗版当红歌星苏锐才获得关注的 相较于刀狼单工具提马的沽用 纳英为了蹭热度 甚至还给自己起了一个苏然的一鸣 如今的纳英只是有了点声望和人气 就这么狗眼看人低了 面对大众的质疑声 纳英的愤怒直到达了顶峰 他怎么也想象不到 因为一个刀狼自己竟然会承受这么多的指责 或许是因为对刀狼有气 纳英在别人再次询问他对刀狼的看法时 竟然笑说道 在KTV会点刀狼歌的人都是农民 纳英的这句话就像是一颗炸弹被丢进了海里 瞬间激起了千层浪化 毕竟纳英曾经在公开场合说过 他认为刀狼不入流 如今又说喜欢刀狼的都是农民 这难道不是在暗戳戳的看不起农民吗 当然面对这样的质疑 纳英始终没有回应过 可是201年的他却给出了答案 因为在这一年的音乐风云榜年度盛典上 纳英再一次一票否决了农民出身的旭日阳刚 要知道旭日阳刚在过去的时间里 不仅唱火了春天里 还登上了电视舞台 可即便是旭日阳刚取得了这样好的成绩 纳英仍然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 这是一个专业的音乐榜单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上的 纳英的嚣张态度终于惹怒了电视机前的观众 不仅许多农民观众表示自己绝不会再听纳英的歌 就连许多城市里的观众也拒绝了纳英的歌曲 可是纳英根本就不在乎 因为她在圈内嚣张惯了 比如早在2001年的我们流行歌曲榜颁奖典礼上 纳英虽然在最受欢迎女歌手这一奖项的角逐中 只拿到了第二名 但是她依旧押过了第一名田振 拿下了该奖项 气得田振在颁奖现场怒摔话筒 当场质问组委会 为何自己输给了纳英 2003年面对我们摇滚教父崔健对他多次假唱的质疑时 纳英也是丝毫不客气的说道 什么叫假唱 我是假唱嘛 录音也是我自己唱的啊 在纳英的音乐道路上诸如此类的嚣张言论 不止一次的出现过 为何这样一个多次惹了重怒的人 还能如此受人追捧呢 被资本裹挟的娱乐圈 自打纳英出道以来 她的经纪人一直是自己的亲姐姐那心 尽管这样的结构和那些知名的娱乐公司比起来 显得并不稳定 但是纳英的实力却并不容小觑 比如在最近备受争议的好声音节目当中 纳英虽然只是担任了一个导师的角色 但是纳英却是好声音背后 资本方灿星文化旗下的音乐经纪公司的股东 包括纳英名下的招星投资有限公司 更是有许多和好声音有关的导演 宣传总监等角色 至于奈英与纳星的老板 更是有着台语异姐之称的邱黎宽 要知道邱黎宽可是一个半个娱乐圈 都要管她叫宽姐的狠角色 黑白两道都要给她面子 有了如此厉害的资本为她做宝 也难怪奈英会如此肆无忌惮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之后 邱黎宽和纳星 还为纳英包装了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设 为她过去的种种不当言论做了升级 这不仅成功洗去了纳英身上的争议点 还让她劝了不少的粉 再一次活跃在了大众面前 其实不只是纳英 如今的娱乐圈中 许多当红流量都是被资本强行捧出来的 他们一方面拿着超高的片酬 另一方面又贡献着不堪入目的作品 不仅不肯用新的排练 被台词动辄用数字来敷衍 就连手指被划伤了一个口子 也要一堆人围上来送她去医院 甚至人品也是极其堪忧 先是多个当红流量被爆出来 拿着上千万的片酬却违法漏税 后又有当红偶像违法被捕不听话 和好声音当中动辄几十万买一个导师的转身相比 某些选秀节目为了让偶像顺利成团出道 还有人忽悠粉丝们倒奶来换取投票权 在这样混乱的秩序当中许多有演技 有实力的人反倒没了机会 要么坐在一旁为资本作配 用几十年的时间去赌一个成名的机会 要么就只能早早的离开这个圈子 放弃自己曾经追逐的梦想 在这样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里 观众们只能看着有资本有背景